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昨天川普正式提名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那凡思是谁呢 我相信大家对他应该有一点点概念了 因为呢最近被建议 就是说大家猜测可能的川普的副手的搭档的候选人呢 都是一些年轻的新秀 在共和党相对是年轻的 大概就是在40岁上下的这样的青壮派 包括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Marco Rubio Marco Rubio事实上在这几次包括 就是川普跟拜登的这一场辩论会 那会后有非常多的媒体采访了这个Marco Rubio 所以其实美国的媒体蛮看好Marco Rubio的 但是最后出现的却是完全是政治素人Vence 那Vence因为他是一位畅销书的作者 他并没有很多的著作 他的年龄也就不过是38块39岁 可是他这个著作呢 却被选为剧本 然后拍摄成电影 而且是在疫情期间 就是在2020年 那叫《绝望者之歌》 这个他的书籍基本上是在写他自己的故事 我们先来讲凡事他的整个成长的背景 凡事的成长的背景呢 我们如果说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总性制度啊 那么他就是在平民阶层的非常的底层 是穷人 而且是白人穷人 白人的穷人他的相对的剥夺感 恐怕比其他的有色人种还要高 那他的出生的家庭就是 他的父母很年轻 就结婚然后就离婚 那他的母亲呢再婚两次 可是他并没有跟他的母亲的家庭生活在一起 他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那因为贫穷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上大学 没有上大学就选择从军 其实美国有很多家庭 不管是黑人的家庭还是白人的家庭 孩子选择从军 未必是因为他真的想要从军 而是那是一个 你要脱离贫穷线 你要穿透阶层的一个跳板 而美国因为对于退伍军人的这个福利非常的好 只要你完成军事训练 服役一定期间之后退役 对于退伍军人有一些照顾的方法 包括你如果退伍之后你要去就学 都会有补助 所以贫穷的家庭 第一个你退伍之后你会有一笔积蓄 那这笔积蓄再加上你上大学政府会补贴 那就这样的一个 甚至他还可以优先录取 所以呢他完成学业 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之后 他去读了耶鲁的法学院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贫穷所以限制了他 在求学的过程中 他包括他的语言能力 他的书写能力 其实在白人的社会里面 是有很就像天欠一样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很难突破的突破口 可是他不但做到了 他比同年龄的他的同学啊 大上五六岁 那法学院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他以一个退伍军人 重回学校去就读 他不但成绩很好 而且呢他还争取到了 他是学校耶鲁大学法学院 他是法学期刊的编辑 这代表你的阅读你的写作 都得到肯定才有办法做到那个位置上 而且他对于这些堆叠起来的文字 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他能够处理 游刃有余 所以他的一路的求学 奋斗的这个经验呢 证明了他自己 然后最后他变成是一个创投 他在创投的领域 因为他学法律嘛 想要致富 想要脱贫 去了创投的领域 然后他把自己的故事 写成一个像传记式的这样的一个小说 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几乎就是讲他自己 那他陈述故事里面的主人翁 跟母亲的这种激烈的关系 然后一个失败的母亲 甚至后来有吸毒成瘾的这个问题 然后小时候虐打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一个底层的白人的 失败的白人 贫穷的白人的这样的故事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单 所以他在 影评评审评奖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有得到一些奖项 但是呢 也有得到很差的差评 那主要就是因为 这是常见的 白人的贫穷的白人的故事 那重复这样的故事 到底有什么样的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是影响力 当时有一些批评 但是呢 这个女配角 格罗斯 她演技非常的好 所以也因此得到了 奥斯卡吧 最佳女配角 有好多的奖项 都是女配角这个角色 好 那因为这个电影呢 所以川普看到了凡思 川普比美国的主流社会 或是我们讲吧 深层政府 更早发现了底层的白人的痛苦 跟他们的不满 他们的愤怒 那即使凡思事实上 曾经公开发言 就是认为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投票支持川普 可是等到川普当选之后 执政的第一年 凡是看到他的一些做法 他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尤其赞成美国优先 因为他是一个创投者 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的经济 以及国际的经济的实况 虽然他只有短短38 39 可是事实上创投界这个领域非常的竞争 所以他事实上在这个领域 也在做压缩压缩的学习 尤其是国际观的这一块 好那当然他在创投这个领域 他绝对不会忽略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因此他对台湾非常的熟悉 他也理解台湾的利益 跟美国利益是完全划等号的 保护台湾就是保护美国的重大利益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将会进入大萧条 你看他可以直接做这样的推论 并不是凭空幻想的 而是他的基础 他的整个创业的过程中的一个基础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会来 看一篇 就是他曾经对于 中国如果入侵台湾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判断 以及他对拜登的批评 那都跟台湾有关 这个问题就是整个绕着台湾走 好所以今天 川普提名凡思 我们想他绝对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 当然因为凡思的年龄 所以呢 把川普78岁这个年龄的问题呢 就把它淡化了 两个人的年龄平均下来 也不过就是50出头 而且如果川普已经78岁了 他今天被遇到这个暗杀 这个大难不死 可是如果他有一个三长两短 那谁会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就是凡思二 他对于凡思这么的有信心 这个喜欢interview人 然后喜欢开除人的这个总裁 他为什么会看重凡思 必然有他的优点 当然小川普对于他父亲 为什么选择凡思 他有他的说法 可是其实我们明眼人就知道 第一点他的年龄 第二个他代表白人社会的底层 如何翻身 给所有的人希望 这是一个最励志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 川普支持凡思 凡思当选为参议员 还不是众议员 是参议员 那非常难选的 那就变成了川普坚定的盟友 而且川普对于凡思之前 激烈的批评他 他在不在乎不在乎 甚至现在把他选为副手 这个副手将在下一任 以副总统之姿来参选总统吗 这是非常可能的 副总统的下一个工作就是参选 竞选总统 所以川普也记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 所以他这一次要挑选副手的时候 绝对比他第一次没有经验的时候更精准 他不但有战斗力 年轻而且对于美国社会来说 是一个翻转以及什么 以及美国价值的重新的肯定 就是他的苏格兰跟爱尔兰的这样一个血统 就是美国清教徒的这样一个精神的重现 因为他是在爷爷奶奶手上长大的 所以美国的传统价值 他是完全遵守的 所以我们待会来看一段他的说法 他说美国不应该在对于政治价值上面做输入 这正是踩到了民主党最大的痛脚 以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最大的痛脚 你该注意的事情不去注意 你该做的事情不去做 整天在那边谈高空 他说不对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脚踏实地的美国白人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所以川普的做的这项选择 我觉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台湾 我来说这项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现在好事连连 虽然枪击案 但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不但直接提名凡思 而且就在昨天 他的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有讲过 他的海湖庄园被搜索的时候 说他有多少的基品文件被带走 那时候FBI的干员 整个去搜索他的住处 然后连他的保险箱都把他撬开打开 这个案子因为地点的关系 所以在Florida 法院的法官直接Dismiss 就是撤销这个案件 撤销这个案件我说过了 法律的案件 司法的案件 最厉害的就是程序把你撤销 我不去先去判断实质的问题 我从程序把你撤销 他怎么样把他程序撤销呢 他说 这个案子的检察官 谁任命的 司法部任命的一个特别检察官 可是 依照法律 任命特别检察官 在做特别的调查的时候 必须要根据州的宪法 你有法规啊 你没有根据这个法规啊 而在不然你有总统任命吗 你都没有啊 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 用资格的这个问题 用程序的问题 来驳回了这个案子 他就把这个案子直接Dismiss掉 撤掉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司法部 民主党所现在掌控这个司法部呢 一定会抗议的 但他们会寻求救济的管道 可是 这个事情也让人非常的震惊 就是 情势改变之后 那川普其他的案件 其实相对都比较 比较小啦 他川普 禅送的所有的案件呢 比较严重的 比较 会被卡关的 应该就是纽约那个案子 那纽约那个案子 其实是为罪 然后现在法官跟假官也都同意说这个案子可以延后判决 虽然已经定罪了但是可以延后判决 那甚至之后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川普现在一步一步的乘胜追击 这个这个是气势如虹 那选了凡思 在他的竞选的搭档这个位置绝对是加分的年轻 然后是一个 Legend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也拍成电影了 所以大家要去了解凡思很简单 就看电影就好了 这个是一般普罗大众要了解一个人或是肯定一个人的价值 去理解他的时候去接近他 认识他最容易的一个管道 凡思啊他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峰会的这场演讲 因为是50年的峰会嘛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他这么年轻他以参议员的身份 参与这场峰会的时候 他这场演说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这是去年4月2023年4月的事情 非常的精准 所以我们只是摘录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完整的报道 这个时间是在去年2023年的4月20号 那他这么说 他说我们现在最应该要防止的就是中国入侵台湾 这个对美国来说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对美国来说会是灾难性的 这个将摧毁我们整个经济 将使这个国家陷入大萧条 他说他尽管他钦佩乌克兰人民 但是他认为美国应该要从乌克兰撤军 而且不应该再提供他们军火 他说我们不要误认 乌克兰军队在地面上的勇气 因为他们拥有欧洲最腐败的领导阶层跟政府 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领导层 凡是认为说 美国应该要从伊拉克战争中学到教训 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人 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不会承担任何的后果 他说 像主张战争的这些人 没有提出赢得战争的方法 这些人必须要承担责任 他说当中国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做的是什么 基础建设 他们会增加机场桥梁道路和医院 可是美国呢 美国去把这些政治口号 以及公民进步政治带到那个国家去 他说我们应该要从外交政策里面 剔除这些所谓的进步政策 进步政治 你不能把你的价值强加到别人身上 这个就是凡思的基本的主张 非常的务实 然后他说 是要把美国制造业带回家的时候了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再依赖中国 我觉得凡思因为他在重军的那一段时间呢 他曾经被派驻在伊拉克 而且他是记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他对于伊拉克的观察 以及对于伊朗的观察 是非常精准的 他同时也在观察 因为他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创投的经验 他也观察中国 创投界 美国的创投界 怎么可能跟中国的一些经济的发展脱钩呢 不可能 他非常的熟悉了解 甚至资金要不要进中国 或是去投资中国概念股 他应该都有完整的经验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 中国到了美到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他甚至不会把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 带到那个国家 可是只有这一些 左翼的 这些政客们 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把自己的价值强在到别人身上 所以务实 制造业应该要回到美国 所以当川普提名凡思的时候 事实上川普做了一件事情 他再次的对深层政府宣战 深层政府在培养人的时候 都是谁跟谁的关系 谁是谁的儿子 谁被谁推荐 可是凡思呢 凡思从贫穷的白人家庭成长 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 靠着美国的社会制度里面 还有一个缝隙 可以让你进行什么 就是 总境制度的阶层 层级的穿透 这个穿透的机会 就是从军 对于凡思来说 他的穿透的机会 就是从军 所以他感谢这个社会给他机会 感谢这个国家给他机会 而因为他是军人出身 那个爱国的情操 以及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察 是在短时间之内累积起来的 所以他非常理解制造业对于底层民众的重要 当你把所有的制造业都送给这一些其他的国家的时候 事实上是在国际经济的种姓制度里面 这些在上位的这些婆罗门 只创造知识经济的这一些大公司们 他们把底层的这一些 从事制造业这些国家 当作是他们的奴隶 去管控这些奴隶的这些国家 变成他的平民百姓 供他猜浅 有的他在把他提拔起来 变成领主 小国王地主的这样的一个位阶 但是他没有脱离一件事情 就是你本国的底层呢 你有没有照顾到 没有啊 你不在意不介意美国的底层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这不只是贫穷的白人 或者是 有色人种的 想要突破经济 想要穿透这个阶层 所有人都要努力嘛 可是没有工作机会 你怎么努力 凡是完全了解这些事 所以他本来反对川普 他觉得川普就是 这个 深层政府里面最上层的那一层 吃人不涂骨头的 可是当他发现川普在做什么呢 美国优先至少又回流的时候 他完全转向支持川普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念 我们的信念是什么 我们的信念是 我相信小政府 我相信自由经济 我不相信管控经济 我认为人员应该要让他自由流通 讲到自由流通的时候 都会有人说会有治安的问题 把他管好嘛 如果你真的担心治安的问题 那你在引进劳动力的时候 尽量引进女性的劳动力 你不要引进男性的劳动力嘛 少部分开放有男性的劳动力嘛 这都能做到都可以管理 我们必须要结合这一些 在整个国际的种姓制度里面 是在底层的 被压榨的 说的严重一点 被迫害的这些国家 一起来奋斗嘛 而不是断绝我们跟国际社会的联系 这个对于台湾的底层来说 也是错误的选择 你就是要引进更多的移工 才有办法把台湾的底层救上来 凡事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川普在做的也是这个东西 是他完全懂 因此我觉得这真的是天势良机 你只要跟着这台列车走 这方向就对了 台湾的科技界当然很棒 但是科技界的语录很难全部均沾 你说捐低经济要低到最下层 你还是要靠制造业 即使是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他还是要靠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回来 不要再奉送给其他的国家 这是非常基本的要求 做到这一点 所有事情都能翻转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四年 我非常看好美国 然后相对的台海的安全 台湾的安全 中国的未来也都被保障了 所以今天应该要很开心 看到这样的一个选择选项 我觉得应该要很开心 川普找了一个可以更让大家有信心 有一个这么样年轻的一个面孔 以及熟悉创投的这一块 熟悉国际经济的年轻人 凡思来面对大家来谈什么 来谈国际经济 来谈美国经济 这一点恐怕比川普自己讲 还要荣誉说服一般的婆罗大众 所以从种姓制度的穿透 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提名凡思 是川普第二次向国际 跟美国的深层政府的宣战 我们下一段进来 吃人的凡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说在西藏的云端 孕育着生命之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其实在这一段 有讲到台湾的这个部分 他并没有 因为他其实有短短17分钟的时间 可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 发表这场演说 所以他没有讲太多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经济 为什么会是他判断的这么严重 他光是讲晶片这个部分 他说有这么多的重要的晶片 是在台湾制造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这对美国来说会是一场经济的灾难 甚至会引发美国的经济的大萧条 所以站在美国的传统利益来看 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回到传统的价值 制造业应该要回到美国 不管什么东西 包括武器 应该要在美国制造 这个长达17分钟里面 他有一大部分在谈武器的制造 以及拜登政府在去年2023年4月之前 已经在乌克兰战争里面投入了1300亿的美元 他说当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我们自己的账单都付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砸1300亿美元在乌克兰 他不是不支持乌克兰的人民 他也觉得乌克兰人民很勇敢 但是现实是乌克兰也同时拥有一个 可能是全世界最腐败的政府 跟政治高层 所以我们必须要展现 美国必须要展现 我们同时关注乌克兰跟台湾的危机 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冷眼看着我们 当拜登政府把承诺给台湾的武器 送给了乌克兰跟其他的地区的时候 其实这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给普丁跟习近平 这是他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让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真的在乎 再来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 你可以从他攻击的这个点 知道说他对于传统价值以及他的认同是什么 他说我们有派驻到加纳 加纳在非洲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的税法的教授 他就是加纳移民到美国的老师 黑人 然后受高等教育 然后非常有教养的一个老师 因为要讲税法 数学要够好 其实他数学也不错 加纳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 结果他说我们美国驻加纳的大使 竟然在自己的大使馆的门口挂了一个性别的旗帜 就是支持性别 同婚 大概是这样子支持同事跟同婚 他说当中国到非洲各个国家 他们在盖机场在盖港口在盖铁路在盖医院的同时 美国在干嘛 美国在lecture 就是给这一些国家上政治课 上价值观的课 所以当别的国家前进一步的时候 美国就退后一步 他说我们应该要放掉 应该要把这种价值观的输出 从我们的外交政策里面把它delete掉 要把它去除掉 中国做的这些事情 当他们掌控了非洲的重要的这些物资的时候 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很多的困难跟困扰 而且会是灾难 那明明每个人都看得到 为什么民主党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就是他说他在这一场 在传统基金会这场演说的一开头他就说 我们要把白宫拿回来 我们2024要把白宫拿回来 这是去年 他那时候说我38岁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伊拉克战争 给他很大的 不知道他的生命会被这个事情 这个事件所影响 那后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上大学 所以他就去从军 然后最后派驻在伊拉克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他的整个求学跟 要进入大学 在法学院毕业之前 他的整个奋斗的过程 也养成了他的视野 跟他是亲身去体验的 他说结果我们打了那场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看到了伊朗 一年比一年还要强大 经过这几年 这四年来他发现伊朗比四年前还要再强大 所以他大力的抨击拜登政府 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如果以川普重归 重回白宫 然后他用的副总统 对于亚洲 对于台湾 对于中国的问题 对于伊拉克的问题 乌克兰问题 他这么的熟悉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 来出发 非常的务实 那我不得不说 赖清德的运气还真不错 如果今天还是蔡英文在位 他的文青的做法 他就是这个Vans所讨厌的那种政治输出 只是他没有输出到其他的国家 他是把这一些观念强加在台湾民众的身上 要求大家改变观念 然后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却没有任何务实的做法 务实的做法就是什么 美国要制造业回流 台湾更要制造业回流 因为台湾是一个什么 出口经济的国家 你把制造业送给人家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制造业要回流 你就要足够的电力 足够的土地 足够的水 以及什么 最重要的是足够的工人 所以赖兴德身逢其时 他遇到了美国这几年来的最大的变化 风水轮流转 又转回了保守主义这边过来了 传统的价值这边 所以赖兴德跟蔡英文不一样 他是一个什么 比较保守 他的价值观也比较趋近于现在 川普与Vance 凡思的这个价值观 但是如果是副总统 萧美琴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跟美国的未来的白宫的主人 这一对搭档 在对话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有百分之百的机会 可以跟他们搭上友谊的桥梁 不是我爱红娘 价值观接近 会更容易快速的可以握手 所以我必须说 这个赖兴德的运气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 凡思 我们他的这个演讲蛮长的 但是我们就剪 有关于台湾的这一段 很核心的这一段 那英文跑一下逐字稿 那中文的部分我们就用大标的方式 让大家比较快吸收 那我们来看冯思的 在传统基金会的这场演讲 因为我们要防止 比较多于台湾的 是一中国的 中国的派人 它会变成了 这一场的东西 它会变成了 整个整个国家 它会变成了 很多的东西 都是在台湾的 它会变成了 这一场大标准 现在 你知道 Joe Biden is not sending weapons to Taiwan weapons that we promised the Taiwanese because we're sending those weapons to Ukraine or elsewhere how does that make any sense now here's the thing that I here's the thing that I'm often confronted with when people tell me that we can focus on Ukraine and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say that we have to show Putin that we mean business so that Xi in China will know that we mean business too but the unfortunate fact is that Putin and Xi they don't care about our chest thumping they don't care about what we say they care about whether we can make enough bullets to fight the war that we may have to fight that is all that matters it's time to bring our manufacturing home it's time to manufacture our weap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ime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America is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but we cannot do that unless we get out and stop the focus on Ukraine we got to focus on China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real enemy is this is hard for a lot of us to accept it's hard for a lot of us to accept that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in World War II is making one-twentieth the artillery shells that Russia is making but that is the reality and let me close this question of foreign policy this argument on foreign policy with what we need to do to rebuild our own country yesterday I stood on the Senate floor my first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actually and I objected to a Biden administration I sometimes sa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I confuse myself and I say well it's actually the same thing so who cares bu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ambassador a Biden administration ambassador who went to the very conservative country of Ghana where she was the ambassador and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in America's best interest to hang up the trans pride flag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Ghana okay we are led by unserious peopl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led by a bunch of fools if we're being honest let's be more direct now here's the thing the Chinese Larry Summer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conomist once said when the Chinese come to Africa they want to build you an airport when the Americans come to Africa they want to lecture you they want to lecture you about progressive politics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et progressive politics out of our foreign policy if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don't believe something we shouldn't be forcing it down the throat of somebody else but this is wha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come we ignore the fact that we don't manufacture enough of our own weapons and we send woke gender studies professors to Africa when the Chinese are building roads and bridges and hospitals and you know why this matters it matters because Africa has an incredible future in the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if all the minerals and all the resources and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are controlled by China we are going to suffer you can't manufacture computer chips without some of those minerals you can't manufacture weapons without some of those minerals so let's get the woke stuff out of our diplomacy and let's get back to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our national interest it's really that simple 传说 在西藏的云端 孕育着生命之源 were U.S. some other Ši how or in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西藏好水 世界好水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呢 凡思呢 我想从他自己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 非常的清楚嘛 他的主张 他的价值 他的生活经验 没有任何的遮掩 明明白白告诉大家 所以你不会误判他 他会根据他的认识 然后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美国优先 美国制造 这是完全符合川普的主张的 所以川普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继承人 就是要继承他的政治的财产的 最好的继承人 果然没错 就是凡思 那 他谈到的这一些 不要对别的国家输出 进步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概念 是非常非常务实的 不强迫别人的认同 这也是非常尊重别人的文化 你到了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价值是什么 你必须要尊重他 而不是把自己认为的好的 你觉得好吃的 强迫他吃 他不喜欢啊 你觉得好用 你强迫他用 他不习惯啊 然后他讲 要停止对于乌克兰的武器的输出 必须要自己 由乌克兰自己来承担 他们自己这场 这场仗哦 因为他认为 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乌克兰啊 最严重的问题在哪里 在台湾 这对台湾来说 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焦点 放在这里 我以前说过了 我们很难期待 川普每一天下床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想到台湾 可能性很低 可是如果他下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中国的话 那对台湾就是好事 结果有一个副总统 比他更关注台湾的问题 那这当然是好事嘛 好 所以就不管我们今天 为了要阻止战争 对中国也是好事 好 那你就必须要展现你的决心 跟你的muscle嘛 才能够杜绝不必要的战争 跟蠢动 那我觉得以国际经济来判断 这个我以前讲过 我们今天在结尾的时候 我们也来谈这个事情好了 这个其实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一些前辈们分享的一些观察 那也得到了一些指教 但这真的是我的观察 不是强迫的就是说把不同的价值 然后把它去拿一个老的东西 把它牵进去 不是这样子 因为真的看到这个现象 它是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总境制度 总境制度不只是印度 好像是印度的一个社会制度 已经行之千年的几千年的社会制度 不是的 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 很多社会都有总境制度 你说在英国没有阶级吗 美国没有阶级吗 台湾没有阶级吗 有啊 而且阶级之间的流动 是不容易的 它不是绝对不可能 但是是非常困难的 通常要在自己的阶层里面 非常杰出的人 然后意志力要非常坚定的人 很坚强的人才有办法穿透阶级 所以这个阶级 这是一张 BBC做的图 BBC做的这个图呢 事实上是印度的一个神 叫做大凡天 那他们把宇宙分成五个阶层 然后也把人类社会 牵在大凡天的身上 就头部的负责 负责思考 然后嘴巴的部分负责讲话 然后拿武器啊 拿各种的工具 然后肚子的部分 就是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就是管吃饱就好了 士农工商 然后接下来呢 是脚的位置 就是被征服的奴隶 他可能在他原来的部族里面是贵族 可是呢 这个位置 就是被征服的人呢 就变成奴隶了 他在帮上面的人服务 在做奴工 那最下一层就是贱民 不得翻身 他们在处理 尸体啦 排泄物啦 这是工作的分配 以及社会的地位 可是 以凡思自己的成长背景来说 他虽然不至于到奴隶的阶段 他就是在平民的这个阶层 怎么样 是贫穷的 是在最底端的 他可以靠着从军 然后穿透 这个阶层 到了哪里呢 到了现在到了 总统 副总统这个位置 这个对于美国的社会 民主社会 公平的社会 是一个荣耀 因为他这么的贫穷 他仍然能够完成一个长春藤学校 就是耶鲁大学私立学校的法学院的教育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退伍军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喔 在美国退伍军人的法案叫做1944年军人复原法 就是常常被说成是美国的军人权力法 他除了有一些福利之外 他如果要接受高等教育的话 或是职业训练都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种补贴 所以他完成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他完成了阶层的穿透 然后他因为熟悉底层的人的痛苦 所以他完整的知道 他的历练告诉他 今天要带着更多人穿透这个阶层 要靠什么 要靠经济 而且是要靠制造业 才能够达成捐低经济 好 那国际的种姓制度呢 就是所谓的验行理论 有区域的经济一头领头羊 第一只燕子往前飞 第二批燕子 去带着第三批 再带第四批 所以事实上 日本的这个燕行理论应该要立起来看 也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所以在亚洲的区域经济来说 领头的那头燕是日本 他掌握了知识经济 然后分工给亚洲四小龙 然后呢 再分工下去 那中国的地位在哪里 中国的地位在第四层 所以寒色到 种姓制度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心里有输 那现在 Vance说 他要把这个什么 制造业从中国搬回来 他连一些低阶的技术 他也不要送给中国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先救美国的底层 让所有的人可以有工作机会 可以有未来 为什么会写绝望者之歌 因为看不到希望 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我们不应该任由这些国际企业 在追逐什么 最大的经济效益的时候 把工厂搬到中国去 然后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也造成了美国本土的 底层的人的痛苦 没有工作机会 看不到未来 他的童年的苦痛的经验 这是凡是个人的苦痛的经验 他希望造福更多的人 与此同时台湾可以受贿 绝对不是美国要站在台湾的利益来思考 我们要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 没有人会这样思考问题 就像台湾也不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的思考 不是吗 所有人都应该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为自己的国民来奋斗 各就各位分工合作 你才能够达成世界和平 不是吗 那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 有底层上来的人 他不是深层政府的一员 他对于平民百姓会有更多的同情心 他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 弱小的民族 会比较有同情心 但是无论如何 今天不应该对别人强加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这是我最肯定Vance的这场演说的重中之重 那刚好我们现在赖先德总统 他的传统价值 他的想法 所谓的做功德 这些想法 或者他要改革民进党内部的所有的问题 他要在台湾内部 他要除币树摊 这都是符合传统价值的 那他现在只缺一个东西 就可以搭上川普跟Vance这班列车了 就是制造业回流 他身边有很多的企业组 我相信有人可以给他很好的建议 好吗 好 那所以今天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件事情真的是攸关台湾 这已经不是只有美国的选举的问题了 然后刚好在制造业回流的这个问题上面 完全契合现在台湾的需求 我们不是要共同围堵中国 而是减低国家资本主义 这样子可以降低战争 发生的危险 那事实上对中国也是好事 中国只要不要陷入战争 以中国人的勤奋 有很多事情可以成就 当所有人都走向民主的时候 保持彼此的沟通 有很多的愿望 大家的期待 可以有机会水到渠成 用对立跟对抗的方式 未必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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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